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持续扩散 并且出现了二度确诊的案例 大阪一名约40岁的女性导游 在接触过来自武汉的游客之后被确诊 但是在出院之后 19号又再次出现了疑似武汉肺炎的症状 26号再次确诊 大阪府によりますとツアーガイドの40代の女性は 先月中国武漢市からのツアー客が乗るバスに同乗し 奈良県のバス運転手の男性とともに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への感染が確認されました 女性はその後症状が改善したため今月1日に退院 経過観察の検査を受けた6日にも陰性が確認されていましたが 先週喉の違和感や胸の痛みの症状が出始め 医療機関を受診したところ 26日に再び陽性反応が確認され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根据大阪政府的消息 这名患者出院後一直待在家中休息 所以再次感染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比较低 针对这起案例 日本东北医科医科医科大学特任教授赫莱满夫表示 如果人体内没有形成足够的抗体 就有可能没办法完全消灭病毒 而病毒潜伏在体内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再次繁殖到足以被检测出来的数量 另外 从这起病例可以看出 就算症状消失之后 也不能轻忽大意 而针对日本这次出现 武漢肺炎二次感染的情况 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的理事长黄利明说 以目前零星的报告都必须经过研究 才能确定二次感染的原因 理论上刚得病要二次感染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会产生综合抗体 除非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使用到免疫抑制剂 像类固醇 那这个就会干扰你的免疫系统的反应 使得你的抗体出不来 那这种情况就可能二次感染 不然的话目前所有的二次感染 零星的报告都必须经过再重新再研究 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现在没办法下定论 看你不足一个原因 比如说这个人是先天性免疫不全的 他其实本来就不太会做抗体 以前都不知道现在才知道 正好他得病了 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 或者是他在治疗过程当中 被使用到类固醇或者免疫抑制剂 为了抑制他的发炎反应 那这个也会造成抗体做不出来 所以这两个可能性反而是比较大的 新唐人记者田锐综合报道